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要繼續講解第十課 bird watching in Taiwan的課文喔 好請你看到第三段 birders do get birds from a distance usually true binoculars 雙鳥人通常會從 在遠處觀賞鳥類 通常是透過雙瞳望遠鏡 OK同學請看到這個bird from a distance 這地方就是從遠處的意思 true binoculars 通常是透過雙 雙筒的望遠鏡 Binoculars就是雙筒 望遠鏡 你可以從這個圖片中看到 這些birders 他們就是正在使用這個望遠鏡 來觀賞鳥類 This hobby began in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那這項嗜好呢 是起源於歐洲的 19世紀的歐洲 那在這地方呢 in the 18th hundreds OK in the 18th hundreds 就是說19世紀 所以看一下這邊字尾有個s 那它呢 並且傳播到這整個世界 spray的就是around spray就是傳播的意思 Although it did not come to Taiwan until the 1960s It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here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雖然直到60年代才傳入台灣 卻在這邊變成非常熱門的活動 尤其是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好同學請看到這個句型 Although的話呢 是雖然連接詞 那這地方呢 還沒印象我們前一刻呢 有學到not until not until這樣的一個句 那until的話 就是直到... 直到這個時間點為句 那在這個時間點呢 之前都沒有... 都還沒傳到台灣 所以呢 直到1960年代 1960年代呢 才傳進台灣 那它在這邊 已經變得相當受歡迎 這地方呢 has become 是現在完成式 特別是在年輕人之中 這邊這個amount呢 就是直接 那是指在三折以上 groups of young birders compete to spot the most species 那許多有年輕人組成的賞鳥團體會比賽 誰能發現最多種的鳥類 groups就是群體齁 好那就是年輕賞鳥者所組成的這個群體 compete是動詞 也就是競爭 競爭呢 誰能夠spot這動詞 好觀賞到 好 觀賞到 看到這最多的種類 Why do so many people enjoy birding? It gets them out of the cities and into nature that's blind 那為什麼這麼多的人呢 享受... 想要這個活動呢 那是... 那是因為 這個活動呢 可以使他們遠離城市 gets somebody out of 這邊注意一下 out of就是遠離 好 離開城市 然後走進大自然 那他們這麼解釋著 他們這麼解釋著 這地方呢 同學請注意一下 這個enjoy 那我們這一刻有個重點文法 就是 在有一些動詞後面 我們必須一定要加上動名詞 當它的授詞 而不是enjoy to do 而不是說enjoy 加上不定詞 這個用法是錯的 I never knew how beautiful Taiwan was until I started birding say one young bird watcher 好 我從來不曉得呢 台灣是這麼的美麗 直到我開始善聊 其中一位非常年輕的善聊者這樣說著 好 那這地方也是齁 注意一下這個never and until until 就直到點點點 好 為止 直到它開始善聊這時間點為止 那之前它從來不知道 好 台灣是多麼漂亮 所以呢是說 直到我開始善聊呢 我才知道台灣是多麼的美麗啊 除了這當地的善聊者呢 還有許多前來善聊的遊客 他們是來自於北美歐洲還有日本 那請注意一下這個in addition to 它是一個介系詞片語 後面要加上名詞或者是動名詞 名詞或者是動名詞 那它的意思是除了點點點之外 還有也包括這些當地的善聊者 還有這麼多其他的善聊客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繼續看到第四段 台灣呢是賞鳥客的天堂 這個小小的島嶼有著不同的氣候帶 從沿岸的熱帶 從沿岸的熱帶 到沿岸的熱帶 台灣呢是賞鳥客的天堂 這個小小的島嶼有著不同的氣候帶 從沿岸的熱帶 從沿岸的熱帶 到山區的寒帶 OK 台灣是paradide就是天堂 是本課的重點單子 對於這些商聊者來說 那這小小島嶼它擁有許多不同的 different不同的climate zones zone就是區域 那通常就是說 比方說時間的區域啊 或者是這個氣候上面的區域 這個叫做climate zones 那from to 從熱帶呢 從在沿岸的這個熱帶氣候 到這個什麼 到這個在山區的什麼 山區的 寒帶 這樣 那其實在 去統計啊 去這個 我也忘記是哪一個組織啊 反正他們說台灣呢 其實是山區非常密集的一個 一個島嶼 是非常漂亮的 那各個各個不同的地區 那吸引著不同的鳥類 合約 合計約449 好 ok each ok這個each就是每一個 它是一個不定代名詞 好 這一些區域的每一個區域 所以 這邊主詞是在這個each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動詞 所以它是單數的動詞 是each 好 吸引著不同的鳥類 大約全部來講 有440種鳥類 好 那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底下這邊呢 好 是我們台灣的一些 這個 還蠻漂亮的鳥類 像這個我記得應該是地具吧 對 for compari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over 250 times larger than Taiwan there are only 800 bird species 那相較之下呢 在美國 好 在美國 美國這個比台灣大250倍的國家 也只有800種 也只有800種鳥類 好 同學請看到這個for comparison 好 那comparison是名字 我們知道就是比較的意思 比較的意思 好 那就是說相較之下在美國 好 這地方呢 這邊 逗點which 這地方是一個非限定 非限定 關係代名詞指句的用法 關係代名詞 好 形容詞指句的用法 好 那就是之前有講過 好 非限定的用法就是前面可能是專有名詞 好 所以這邊後面是補充說明 那同學注意一下 在這地方有一個比較極的句型 如果說我們要講什麼比什麼大幾倍呢 那這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 好 你在這邊寫個數字 然後這地方寫個times 表示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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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r length 這邊的話就是比較比起台灣還要大 那這地方 over就是超過 就是超過250倍 那他們也只有800種的這個鳥類 也只有800種的鳥類 in fact in fact in fact taiwan has more bird species per square kilometers than almost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那事實上呢 台灣每平方公里所擁有的鳥類物種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來得多 好 那這地方呢 用這個平方公里的這個鳥類的密度呢 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比較 好 所以台灣呢 它有比較多的鳥 鳥類 per就是每一個 每一平方公里 好 land 同學moreland 這地方就是比較句有沒有 more than almost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這地方你必須要一個other 因爲呢 這個整個範圍是整個世界 所以扣除台灣那其他那剩下的地方 其他剩下的地方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 好 再看到最後這一段的最後一句 Only Medagascar has a greater number of species per square kilometers than Taiwan 好 那這邊是說呢 只有在馬達加斯加每平方公里所擁有的物種多於台灣 好 這地方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個比較的比較的巨型 好 只有馬達加斯加它擁有 a greater number ok 同學這邊呢 greater length 有沒有 好 這邊呢 是a number of a number of 就是許多的意思 就是許多的意思 所以這地方呢 把這個a number 前面再加上greater 就表示好 更多的 好 在每一平方公里 來計算的話 那是大於台灣 那這邊呢 左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地方是在馬達加斯加島的這個鳥類 也是非常的漂亮 這是他們的 應該是stamp 又漂亮吧 那它在哪呢 它在非洲 非洲的這個地方 這邊這個島 好 接下來呢 好 我們先錄到這邊 剩下還有兩段 我們等到下一次 下一個片段再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